Windows 11 进入 BUS 或 UEFI 的方法 按 Win 键加 I 键打开系统设置 点击系统 找到恢复 点击高级启动选项立即重新启动 我们将进入到高级启动的菜单中 在这里点击一栏解答 接着点击高级选项 接着我们点击 UEFI 固件设置 然后点击重启 重启后就可以自动进入 BUS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不放 点击开始菜单 选择电源选项 点击重启 重启后会进入到高级选项的菜单中 这时候我们点击一栏解答 高级选项 点击 UEFI 固件设置 点击重启 重启后就可以自动进入 BUS 在系统桌面新建一个文本 在文本中输入说明栏的 CMD 命令 保存 把文本后缀名改为 .bat 双击运行脚本 等待系统重启后就可以自动进入 BUS 以上就是 Windows 11 进入 BUS 的三种方法 我是台北小林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会持续分享最新的系统维护技巧 我们下期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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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订阅